嗯,好 嗯 你還能再殺兩下吧 嗯,怎麼殺呀? 我看不到黑棋有什麼嚇法了 為什麼黑棋還有什麼嚇法? 因為你在外面 我即使讓你連走兩手 你也不見得能瘋得住我那五個子 你裡面的氣也不長 嗯,那你為什麼說能再殺兩下呢? 不知道,我覺得白棋也不像很厚 我覺得黑棋也不像很厚 但我也看不出來 啊 嗯,我看沒殺棋就沒辦法了,就投了 黑棋左面 也沒有幾口氣啊,很難殺吧 這個 這個兩邊的氣都不夠啊 嗯 當然 如果白棋這樣 嗯 這也很難 沒法殺好像 兩邊都殺不過 如果能封住還行 那我隨便承斷 你外面 你破破拉拉的,你封住有什麼用? 嗯 謝謝你嘗試,我再提你一個,你怎麼辦? 嗯,現在白棋怎麼下的有理吧,是吧? 嗯,謝謝我再提一個,你怎麼辦? 你可以說你脫前一手,黑棋都不行 嗯 也說不定了 嗯 所以黑棋當時看已經沒啥太明顯的機會了 所以就投了 嗯 好,從頭看一下吧 嗯 白棋直接靠這招氣還是極為少見的一招 嗯 比較普通的大概是手足腳之類的 靠這個 嗯 我第一次撿到啊 嗯 沒沒沒沒沒見過這招氣 那,你前面的那一招 那,你前面的那一招 嗯 老兄,你前面的這一招 應該不行嗎?你前面的那一招 哪裏啊 就是你毀了五種鞋那裏 就是你毀了五種鞋那裏 你前面那一套是不是應該不行? 嗯 啊,這不沒擺到呢嗎? 嗯 嗯 白棋靠在這兒 嗯,這我第一次見到這招氣哈 嗯 那黑棋基本只有吃了 不吃也沒啥能走的了 我實際上當時準備的是你頂了一班 然後我跳過把腳手錄 頂了一班 頂這兒啊 嗯 然後打完又有你虎一個 我再把 我再靠一下 行得都好 最好再把腳給手錄 這個 沒有頂的可能吧 即使拖鞋也不會頂啊 拖鞋吧 白棋還得補一個呢 嗯 嗯 這個 靠 反正我是沒見過哈 我不敢說是壞棋 只是我真的沒見過 嗯 然後 嗯 然後就擺到這兒了 嗯 這兒黑棋也沒刪出算 但是憑感覺衝斷了 嗯 但是白棋這個跳挺厲害的 好像 這局部黑棋殺不過白棋 嗯 所以只能毀棋不毀棋也就 不毀棋崩潰了呀 嗯 這個 局部應該好 只能長 沒別別的招 拖的話 再把你用不夠了 你無法緊握我的戲 嗯 是啊 嗯 所以當日黑棋看不行了 嗯 嗯 不毀棋的話 整個角被吃了 嗯 那就崩潰掉了呀 嗯 嗯 所以拖過了 這個上面呢 角到上面 黑棋得到巨大的實地 嗯 白棋壓力比較大吧 如果輸我是白棋 不太可能這麼走 嗯 這倆黑子一下還沒完全吃住 如果說一下能把他們倆吃住 還行 所以你沒看我實在後來在下面 損失那麼多的時空呢 就是為了張開 讓你們兩個的活力變得越來越小啊 嗯 白棋這麼下比較有氣魄吧 嗯 正常 多數人 拿白棋可能不會這麼下 嗯 之後走這個 嗯 從後來看 嗯 如果黑棋想拿實地的話 可能乾脆就把這個走掉算了 除非 除非將來想 還想跳進去 什麼的 但是暫時都 沒啥可能 可能 不如 交換掉算了 這碰到的 作為了什麼 那一根老神也是我們最好無的下 是我們最好不爬 嗯 但後來想爬的時候 嗯 但這時候其實黑棋冷靜一些 還是應該 還是應該逃跑這 这样正常下方 这样呢 这样等于是 大概就是等于是这样吧 差不多吧 反正 实战黑席比较 财迷吧 这个下边走实地 包括后来这爬 因为这个不爬被打一下实在有点痛苦 但其实正常冷静的话还是不应该爬 正常还是应该走这边的 被打了一个也没办法 你靠一个我是不会跟你退的 那白旗可能有强样的手段吧 我这样就跟你搞强的呀 那这样也复杂吧 白旗也是挺乱吧 就是 可能白旗会恰恶一些 具体算肯定都算不清 都是凭感觉下吧 当然黑旗这爬肯定是有点过了 这个肯定不是什么好奇哈 我让起初再放大肥起来够不够 这样白旗应该说还不已经挺不错的了吧 其实我这么想原因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我知道我上面死了很多时空 目前已经很难够了 所以在下面干脆就把时空全给你算了 走后外围压着你上面的两个子的活力 下边黑旗走的不好 即便上边都没有籽 下边这么黑黑这么走也不好 有没有上边黑旗下边都不是好奇 反正黑不太好吧 等于是 拿掉两个黑子拿掉两个白子的话 这个白旗唯控效率已经非常高了 但究竟怎么下好呢 不知道我在跳点声 你要是顶了我也很难办 那是后面 这个时候 不知道走什么好了 那么厚的情况下还要去跑 我不刷你才怪的 你这时候跑不就行了吗 后面跑那是没办法了 嗯 其实你那 打路那个就已经显示是你要失控了 如果我真的 如果我如果我要外式的话 我还可以直接飞一个 把脚力直接去给你算了 不也可以吗 你说你说飞这个呀 不可以吗 接一个也可以呀 嗯 你懂这个已经是要失控了 已经是要失控了吗 嗯 这时候黑鸡思路上有点 嗯 不太明确 嗯 黑鸡不知道想干啥了 还是想跑还是想干什么了 我觉得你要跑还是应该现在跑 我觉得你要跑还是应该现在跑 如果不准备跑 如果不准备跑 那又先在外面掉 你都把它气掉 嗯 嗯 黑鸡这时候没有明确的判断了 不知道是想气还是要干什么了 还是想跑还是想干什么 要不我现在就直接来 嗯 直接先讨我 如果直接讨我担心就是 担心白鸡顺势全围了 有人向您提出招式吗 方向是这样 但是过程这个招法有很多变化吧 嗯 嗯 这时候黑鸡有点迷茫 嗯 不知道是气还是不气了 嗯 嗯 或者黑鸡再简明一些的下方 就是 再简明一些下方 就是先跳一个 这样也挺简明的 然后再走别的 也能下方着 嗯 嗯 这大概是个两分 嗯 嗯 这时候黑鸡判断上有点迷茫 不知道做 不知道干什么了 你说刚才是顶这个 嗯 不是 我只得顶那个 再爬回去 顶这个呀 我封不住了 这个太损了吧 这个 虎蓝五万里还有些弱点 至少比实弹好 这个可能白鸡 更厚啊 实战是放AB了 放到6根10 往外边影响更大了 这顶轻易下不了吧 这个 本身顶跟长有点太损了 那里套一个 嗯 普通就跳舞吧 可能还有 正常还是应该跳出来的 也是 嗯 这时候黑鸡 思路不太清晰 主要是 嗯 就是战略上不知道干啥了 嗯 实战这个 从圈局来看应该是白鸡不错 这个爬是 嗯 爬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 被白鸡挡 一个有点难受 就是 比较财迷吧 这个 再有一个原因 就是 这边走 但是黑鸡 没没想说 嗯 不知道走哪好 嗯 所以干脆就先 先等一步啊 但这样白鸡 如果都围住 效率非常高 黑鸡走 这个倒也不是完全要跑 嗯 也跑不了 跑不了 这个 走这儿 目的呢 就是个英手吧 然后 将来说 嗯 当时准备可能就这样的 我觉得那个靠是准备在增点外园 然后接着干 压根就后来 就把外围走后 对你这个子根本就不理 让你白白死 就是我准备的事 嗯 那白鸡是够厉害的 嗯 然后左边毕竟很大嘛 那上边当然那个挖也非常大了 嗯 实际上可以走这边 这个行不行呢 搞不清 只能说白鸡还是挺厚的 黑鸡 其实职业开解好 还是 还是先 先走别的好 你先走别的 确定不一定会跟你硬吗 那谁能确定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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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看不清的我肯定也看不清了 嗯 嗯 实战白鸡是这样的呀 嗯 然后黑鸡走这 嗯 就是因为左边已经开截了 所以已经比刚才重了 嗯 就是黑鸡如果转身的话 已经比左边已经比刚才重了一些了 嗯 嗯 有 但哈黑鸡哈可能还是只能搬在这 可能只能搬一个再说吧 嗯 然后白鸡就这么长 嗯 搞不太清楚了 嗯 完全搞不清这个 嗯 后来 嗯 我那还想去拔一个人 实际上我想 既然准备开截了 那还拔一个带什么呀 黑胖外围又都是毛病 所以我干得贴一个让你自己来开 我那准备了什么 嗯 开截黑鸡找不到明显的截 你是很难找到啥 只能做这一个 这样白鸡直接吃了也 也和一跑这俩也没啥用 你跑过你那脚的话 你还有点 就是 只和一跑这俩跟没跑没啥区别 不过我这乱搭了一飞 你还要送公呢 啊 所以退了一个 嗯 后来白鸡吃这个 嗯 再后来黑鸡 确实是很难杀的果白了 这个白鸡周围明显比黑鸡要厚 嗯 嗯 这样也崩溃了 嗯 黑鸡这半期被动的主要原因还是 嗯 主要还是下面这一带吧 就是 思路上不太清晰 嗯 嗯 就是 嗯 就战略上不知道往哪走了 其实说话 你现在是要破我的势力 你就不应该 使用这种手段 我觉得 嗯 你在外面掉一掉啊 或者是先去草上面啊 嗯 或许是吧 嗯 你说你在外面就斜掉一个 等会我一时 你再 你再点 你将它再点进去 我也不好 我后把 我也不见了 再点进去 有了 嗯 嗯 嗯 这样 当然我也可能不去围 我可能也把上面给补干净 那又都是别的 行 嗯 这样是个思路吧 嗯 嗯 嗯 但白鞋也可能这么去杀 也有可能 嗯 或者我白鞋不走 也有可能 也走不定 就是可能太多了 所以黑鞋有点懵了 当时 嗯 嗯 但后来走到这的时候 其实嗯 这个时候肯定还是应该 弃掉这个 嗯 嗯 这个 紫泉的下边肯定不太好的 嗯 尤其当时那个周围的 情况来看 嗯 嗯 好 看其他的地方呢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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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